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這個 三菱控制器啊有家機台三菱控制器 那個 換刀系統 故障排除就是我們這個 ATC啊這個 ATC 他卡在中間啊如何把他排除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示範表演 首先我們打M06 這是換刀 然後 我們現在按急停 現在這個刀子整個卡在中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裡面 我們是急停緊急停止 然後他是不一定是緊急停止其他出現疫情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疫情消除 首先把緊急停止放掉 然後按這個reset這個按鍵 按reset之後他已經沒有那個 信息了 然後你再看一下 就回到我們那個MDI模式下 你看一下 打M95 你要打這個M95就是一個簡單的那個M95的指令 那一樣是在單動模式下 單動模式下 就是這個單動這個模式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時候你打 M95的時候 他就有告訴你 這裡有指示喔 就是說你現在按 按什麼樣的按鍵 你現在是要按 M F0 F0 然後按F0 這個F0 F0 F0之後 然後他現在告訴你 F0不用按的時候 M73 所以你要再按M73 回到 回到那個主化業器 M73 我們可以看到M73 M73的時候 他就是整個 鬆刀 系統鬆刀 然後你再繼續按F0 再繼續按F0 我們可以看到 F0的時候 他會 慢慢的移動 不要按太快 就慢慢的移動 整個鬆子噴過來 好 這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他 你F0已經 一閃一閃 不會太按了 沒有辦法再按 然後他在告訴你 你要按 就是下指令M75 要下M75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下一個M75 M75就是 整個夾刀上來 然後剛剛吹氣自然就不見 然後這時候他會告訴你 要按 F0 然後你看到 我們按一下F0 按F0 按下放下 按下放下 然後他就回到中間 回到中間 回到中間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你要按M77 而且你要檢查 阻鑼刀 跟刀褲裡面的刀 刀號是不是對 你按下M77 看一下M77 整個刀套就上去 這樣 這樣你要看 這個遠點的燈 第二遠點的燈亮 這個Ready 這已經表示說 你裡面 就是已經故障排除完了 但是你還是要 檢查你的那個 刀具系統 這個刀子有沒有亂刀 整個行程就是這樣子 按下那個 reset把它消除掉 那 整個就是做完了 然後你看一下那個 整個 刀褲 裡面的這個刀號 是不是刀具是不是對的 然後你去看 主軸刀 這裡也有寫 主軸刀跟 刀褲的背刀 跟主軸刀 刀號是不是 整個是不是正確 如果正確的話 那整個 固葬排除就完畢了 如果不正確的話 你要用手動 把這個刀子 換過來 閉門呢 撞刀 就算了 這個刀子 我們來看看